RFEM用户界面包含三个主窗口 导航器 表格栏 和工作窗口 我们从导航器开始,它主要由三个选项卡组成 在数据选项卡中,我们可以找到模型的所有数据,贺载,辅助对象和附加模块 在这里我们可以编辑、删除或创建新数据 在显示选项卡中,我们可以定义工作窗口中显示哪些数据以及如何显示 例如显示或隐藏删隔或坐标系 在视图选项卡中,我们可以设置各种可见性 例如,突出显示或隐藏特定的截面 在下方的表格栏中,我们可以像在导航器中一样 输入、编辑和删除模型数据、贺载组合以及计算结果等等 为此在表格栏中有相应的选项卡 你也可以完全隐藏导航器和表格栏,以更好的显示模型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工作窗口 也就是模型的实际视图窗口 有多种移动、旋转和放大模型的方法 最简单快捷的方法当然是使用鼠标 滚动鼠标中键来缩放 按住鼠标中键来移动 还有同时按住按住鼠标中键和右键来旋转模型 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用户界面 直接单击配置管理器并设置背景为白色 在以后的课程中,我们将学习如何交互使用导航器、表格栏和工作窗口 在菜单栏中我们可以找到所有的命令 最常用的命令在工具栏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按钮 在这里可以看到RFEM的默认设置 当然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只需右键单击工具栏上的任意位置 然后单击自定义 更多的配置选项可以在程序选项中找到 你可以在此处设置自动保存选项 更改程序语言等等 好,现在就进入模型输入 谢谢大家